每一年 中国有千万的人口迁徙到海外 他们有来自繁华的都市 有的来自穷乡僻壤 当中有怀着满腔热血和理想的深深学子 有充满着抱负和梦想的创业者 有望子成龙的陪读妈妈 还有一些是冒着生命危险偷渡的亡命之族 在离开故土的日子 他们有的一帆风顺 飞黄腾达 功成名就 却也有不少生活一败涂地 路途坎坷 身败名裂 然而不管际遇如何 他们都面对一个共同的困惑 那就是生命的终极目标是什么 人生真正的盼望在哪里 朋友 你的生命是否像被什么东西捆绑着 无法挣脱 你是否像陷入泥坎 越挣扎 越陷越深 你是否渴望得着摆脱 得着释放 得着自由 得着盼望 耶稣说 我是道路 真理 生命 他又说 我来了是叫人的生命 并且得得更丰盛 只有耶稣 他能够解决你生命中的问题 能满足你空虚的心灵 能使你得着真正的自由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 声责富 声责得退 声责得 声责 Monica ened 声责得 声责 声责使